最近,世界各地发生了几宗因为人类的私欲强行与动物拍照,导致动物无辜死亡的案件。 这名男子硬生生地把小海豚从水中抱起来,结果就有几十名游客增相地要和小海豚拍照。 据报道,这只小海豚最后已因脱水而死。 这种弗朗西斯卡纳品种小海豚被列为宾威物种,全球仅剩三万条。 事发后,阿根廷野生动物基金会也提醒游客,若看见海豚搁浅,应立即放回海里,不然海豚会因为缺少水分而死亡。 网络疯传这组照片,内容就显示了这些游客强行抱起孔雀拍照,更令人愤怒的是,还有人拔走孔雀的羽毛。 据动物园管理单位说,12日,动物园内的确有两只孔雀,因为游客粗暴对待而死亡。 男子强硬把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黑骑鲨拖上岸边,但不是救他,而是压着小鲨鱼摆出各种姿势拍照。 虽然这只小黑骑鲨有被拖回大海,但是死是活,没人知道。 这段影片曝光后引起网友公愤,控批这是残忍且虐待动物的行为。 是为了我们的自私拍照,到底赔上了多少动物的性命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